教宗方濟國在一次接見中 首次接見了羅馬22家中座大學和研究所的代表 中座升十字大學校長納瓦羅臣富代表向教宗質疑問候 並描述了不同院校的重要性 他們都是缺一不可的 因為他們令教會變得豐富多志 按托倫替諾舒基的說話 他們是教會和社會的基本必需品 教宗強調了大學的重要性 是不同角度和意見表達 以及萌芽雪葬的地方 供他鼓勵與會者互相接納其之間的差異 中座大學和研究所目前有1.7萬名學生 來自全球五大州超過120個國家